嗨,大家好 我是阿布宜 歡迎大家收看 大叔的靈性生活 上一集就是你相信 輪迴嗎?對不對 然後 輪迴的前面那一集是你相信 就是 靈魂之類的 好,那其實我那時候在 第二集就是 輪迴那一集我有講到就是 類似前世記憶嘛,對不對 對,那我那時候就有講說 後面可能會再開 類似 我那時候有收集到的一些 東西,對 那其實也是 旁銷側集以外,還有 就是網站也去收集一下 網站無底嘛 Google無底 那你們懶得收集,那我就是 交給我們這種人來收集囉 好啦,那 我先講就是我們回顧一下前面 好了,好不好 那這一次我們主題就是 你相信 前世記憶嗎? 心理學的博士他叫基米塔克 那他其實在研究這一段裡頭 已經研究了大概 四十多年了 很狂喔 他整個收集的全世界 這個前世記憶相關的部分 他已經收集了兩千七百個案例 以上喔,是以上 而且 如果他還 還在運作的話 應該這個 這個東西會一直上去喔 那他其實有,那時候他就有講過說 前世記憶比較多的 通常會是你比較相信輪迴的地方 好,那所以跟宗教蠻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的宗教是跟這 這個 這個 不相信輪迴的宗教 大家就知道是 哪些喔 他們認為沒有輪迴這件事情 因為你死了就上天 他們就下地獄 那個 不批評也不指教 好,那 我要講的就是 相信輪迴跟不相信輪迴 那都是所謂的信跟不信 那 所以他才有講看 相信輪迴的地方就會有 這就像宗教 一模一樣對不對 信就有 不信就沒有 很好 那他裡頭提到一個蠻重要的點說 人在二到三歲的時候 特別記憶真的會把你前世記憶的部分講出來 那我之前收集了 以下好像還有一個叫做胎 胎兒記憶 那也就是說 很多媽媽是不是很喜歡問小朋友 大概兩三 也是差不多也是兩三歲的時候 就很喜歡問自己的小朋友 就那個小嬰孩 小嬰兒 是說 你為什麼會選擇媽媽 有沒有 很多 很多應該 當媽媽的人應該都問過這個吧 那小孩子大概都是四五歲以後才問 問媽媽說 我為什麼會 你會把我生出來 有沒有 媽媽都會說什麼 從事都蹦 蹦出來的 都亂講 那通常都這樣的話 不然就垃圾桶水撿回來 越扯越遠 好了 他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那種胎兒記 他通常就會講到一些他前世 其實就跟 這個 吉米塔克博士其實講的是 同樣的論點 應該也不是論點 是同樣的事 事件跟事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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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有 忘不了 少數啦 少數啦 好那他講了 他講這些的時候 就發現說很多人啊 大概 這些有二三歲記憶的人 都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 都知道是自己是意外死亡的 那 而且還更深況是 就是說 這些意外死亡的人 他都會描述到說 我曾經是怎麼死的 對 那我的家庭是什麼 那我今天要分享就是 前世紀的幾個案例 那我收集了大概三個案例 應該這三個案例都是 目前可能有 蠻有名氣的YouTuber 他可能也有介紹過類似的案例 但 我跟他錯開了 就是 表示什麼 表示 表示這個 塔克博士 很厲害嘛 對不對 就是太多案例可以講了 好那 大家如果 對塔克博士蠻有興趣的話 你就上那個 YouTube 裡頭 那個 搜尋一下 應該都有他的 介紹的那個 內容 這樣子 進入 第一個案例 好 那這第一個案例就是 那個 美國的一個 三代同堂的家庭 那 這個 奧基爺爺 嗯 就中風了 然後 沒有多久 大概 就是在醫院 就沒有 大概五個多小時 送去醫院 就是他送到醫院去 大概五個多個小時 就 過世了 那家人當然是 非常難過嘛 然後過了一些日子之後啊 他的孩子 那個狼眼 好 就是那個狼 就說 就是那個爺爺的兒子啦 那爺爺兒子呢 的老婆也在 不久就是 生下來一名 可愛的男嬰 他們全名叫做 家私 好 那呢 這名男嬰呢 帶著他爺爺 奧基的 回 衣 呵呵 怎麼呢 他帶了他的回憶 回來喔 那這是 這件事情是蠻有趣的喔 那他請了塔克博士來 來求證喔 那 他就 他跟塔克博士就 訴說了這件事情 他說有一天啊 狼啊 就是他的兒子 齁 在房間幫 幫他的 剛出生的這個 孩子 換尿布 那也應該也是 滿大的齁 也就是 大概就是在 兒三歲那個時間 然後 就說 他就說 去告訴你爸爸 那 像你這麼大的時候啊 我 都還幫你換過尿布 尿布 呵呵 他說你這臭小子 呵呵 好了喔 那是他太太說的喔 他太太 講了這件事 當時啊 他就 狼啊 就嚇到 就嚇到了喔 就是 覺得說 哇塞 你立結公殺殺鬼 不是殺小 然後 後來那個狼呢 就從 這些 泳池上 發現說 怎麼這麼像自己的爸爸 失去的爸爸這樣子 後來狼呢 就 就 透過幾個方式 想要去求證這樣 那跟著 那個 博士一起 做了一些事情 他的狼就覺得 和他老婆呢 覺得都太奇怪了 有一次呢 就是狼呢 以前呢 就把 應該說 把以前爺爺的照片 就是這個 他的 狼的爸爸嘛 就是 死掉的這個奧基爺爺 的 舊照片 年輕的時候的 舊照片拿出來 那個家絲呢 他就 把那個照片 就一直 欸這個就是 你本人 你本人嗎 對不對 就是 發現說 馬上就可以指出 他自己年輕的時候的樣貌 這樣子 就說 這個我就是站在這邊啊 然後 然後那個 他的 就是 狼啊 就是 就是這個家絲的爸爸 也是嚇一跳說 哇塞 我這兒子 怎麼搞的 怎麼會變成 就是真的 可以認出 爺爺這樣子 然後 孫子是以前的爸爸 不是不是不是講錯 好用 是 兒子 是以前的爸爸 這 誇張 就是家絲呢 有一次說他姑姑的事情 就是 就說到說 爺爺來說的 說 有個妹妹 被壞人 殺死了 好 但是這件事情 當初朗聽 他的爸爸在說的時候 是說 他的妹妹 是 是死於 以外 並不是被壞人 殺死的 所以 他覺得這件事情是 他竟然可以講的 講出一個比較詳細的事件 這樣 但是 這件事情就是 家屬自己去對照 好啦 那我覺得蠻 蠻誇張的 就是 就是聽一下這個 好像是 好 這是剛剛第一個講的 一個 覺得蠻扯的確認 那我們再來講一個 第二個確認 就是 這個家絲啊 不好意思 我就坐在地板上 這個家絲啊 就是在 他就說 當時他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爺爺 奧基爺爺的爺 他在回憶 他的醫院的時候 他就說到說 他到了 好像到了天堂吧 然後 有一個人拿了一張卡片給他 就 遞給他 就是 謝謝 好 我拿到了 他就說 你擁有這張卡片 請你回去了 呵呵呵 我就想說 那你可不可以說 我拿到在旁邊 我不要了 丟到地上 我不要了 我不要回去 那蠻好笑的 他說他拿到一張卡片 那其實這故事講的是 不只他喔 不只他喔 我講的是說 我收集到了 很多 那個塔克博士 裡面說 講一些小朋友 他們在回憶的時候 都講到 不約兒童 大概都 超過個 二三十趴的人 都有 拿到這張卡 就說 我拿到這張卡 叫我回來的 甚至有小朋友說 其實我不想回來 等一下就 等一下有 等一下有 來我們來分享 在佛洛里達州那裡 就是有一個小男孩 叫伊安 伊安 他的前世紀呢 是一位 紐約警察 有紐約警察 那也就是說 那可能是伊安的 也是可能是爺爺之類的 好 那這位小孩呢 他得了一個罕見的 心臟疾病 其實很常喔 就是會喘不過氣來 而昏倒 這樣子 然後他在今年五歲的 他是 那時候 然後在分享的時候 他五歲 然後 他在四歲左右 他已經動過六次 跟心臟有關的手術了 非常多這樣子 那 那伊安的媽媽呢 他的父親 就媽媽的爸爸 跟剛剛我們前面那個案子 很像剛剛是 那個 兒子的爸爸嘛 對不對 就爺爺 那現在這也是 媽媽的爸爸 也是一樣 是爺爺 他就說 他的父親呢 以前是一個警察 是一個警察 再一次出勤的時候 在一個 就是 就是 收到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通知嘛 警察就知道 無線電嘛 誰誰誰怎麼樣 他收到以後 因為 那個爸爸就離 離那個通報點是比較近的 所以他第一個趕過去 那趕過去就發現歹徒就拿著槍 在裡頭 那是一間電器行 所以呢 他就 鶴令叫歹徒放下槍這樣子 然後那個歹徒 然後那個歹徒就 當然 不從嘛 當然就跟他對峙 後來到後面 他就跟那個歹徒講說 好你不要緊張 因為他怕他傷到人質之類的 所以就是 自己就放下了 槍 把槍放回 放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他叫歹徒說 然後也把 有點冷靜 不要動這樣 結果歹徒 殊不知 一槍 就把他 解決了 好 那 這個警察當然就 哇 他的父親就 因為這樣子就殉職了 對 然後呢 這件事情 有趣的地方就是 當時他那個父親 中槍的地方 就跟 現在 醫安的心臟很有關係 因為就是打中心臟旁邊的 那個動脈 所以那個動脈 常常會出問題 所以那個醫安 才會一直有這個病狀這樣子 一樣透過關係 就找到了塔克博士 然後也跟塔克博開始 那去核對這些 這些事件 那當然發生死亡的原因 那等等 他們都發現了非常多 要說是巧合也可以啦 那要說是 就是 直接 讓你驚訝到 就是 完全說不出話 的事件也是有啦 所以呢 醫安的媽媽呢 就發現說 爸爸那時候受傷 對不對 就是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 欸 傷到是那個 被動脈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這些巧合的事件 就是 就開始覺得說 那有可能 醫安真的是 他的父親 就是轉世而來的 好 那 媽媽就在回憶 醫安三歲的時候 有一次大吵大鬧 他就 測試他說 你不要再吵了 你真的很吵 你可以安靜一點嗎 這樣 然後 不然我就要揍你 然後呢 不然我就要揍你揍你揍你 好 然後醫安呢 就那時候他就回答說 你在 你在 像我這麼大的時候 最後 我可從來都沒有打過你 小孩子這樣 三四歲 二三歲 兩三歲的時間 三四歲 四歲 五歲 不管 他說得出 他實際上沒有喊說 臭小子 他不是臭小子 是他女兒對不對 他的兒子 竟然跟他說 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竟然沒有揍過你啊 好 然後呢 這個媽媽她說了一個 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在以前在小的時候啊 他們養了兩隻貓 那一隻 就是一隻貓呢 是黑色的 他們叫他 crazy crazy 蹦子 然後呢 就是 另外一隻貓是白色的 他們就是 叫他波斯頓這樣 那一安呢 竟然可以說出 以前 叫白色 那隻 白色的貓 的名字以外 還可以知道 他們以前 叫這隻貓 白色的貓的小名 很酷喔 因為你叫出那隻貓名 已經夠酷了對不對 還有小名 因為小名可能就真的 就只有 可能就真的只有 呃 他的父親跟他 兩個人知道 怎麼叫這隻小白貓 對吧 因為那隻白貓叫波斯頓嘛 他們叫他小波 小波 對 所以竟然 他的 兒子 生出來這個兒子 可以說 欸那隻小白 小白貓叫小波 很可怕 沒有 好啦 這也是蠻奇怪的 好 那其實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也跟剛剛我們前面那個 也有稍微對上的一點 就是前面不是有拿到 卡嗎 那這個 伊安他也是說 上帝 這是上帝 要我回來 媽媽的身邊 是 但我其實 我不想回來 呵呵呵 所以就是 你沒辦法啦 他叫你當 你就要當啦 好啦 所以他就說 好啦那他還是回來了 那他回來 發現說 欸怎麼會變成 變成是 就是小孩這樣子 嘿對 他原來是他的小孩 OK 這裡頭 蠻有趣的喔 第二個 那這都是你看 我現在講的這兩個 都是 嗯 他們那個國家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的宗教 大的宗教裡頭是沒有 輪迴這件事情 但是卻 你看 卻有這種 前世記憶 好 那所以你相不相信 有輪迴這件事 好 那輪迴又為什麼會來 我們那一次 我們前一集有講到嗎 當然是 就你任務沒做完啊 不然我要幹嘛 你任務做完 上帝 你的上帝早就 抓 叫你走啦 到下一關去啊 對啊 第三個案例呢 在 斯里蘭卡 好 那這是 這是塔克博士的一個 好 他叫 海洛 海 海洛生 滿老舌的 海洛生 海洛生 教授 一樣啦 他就是跟他 他們是團隊嘛 然後海洛生他就是 負責比較多 比較多 國外的案件這樣 好 那這是在斯里蘭卡 那裡面有一叫 迪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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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露西尼桑卡 的一個小女孩 那 他出生的時候 他就一直記憶著說自己是在 淹死在河裡面這樣子 然後 他從小就跟他現在的媽媽就說他 特別難過就是他不屬於這個家 然後他 他的媽媽就很常 就他現在這個媽媽 然後 就很常帶他去廟裡拜拜啊 或什麼的 然後他也常常覺得說這個廟 不是我們家以前那個廟 就是 反正就是一直 過得不是那麼 那麼 那麼吻合啦 就覺得這些記憶跟他 所現在要生活的記憶都 沒相同 好啦 那這個 這個迪露西呢 就 就說啦 他常常都會跟媽媽 講說 我以前我們家旁邊有座小橋 那 村裡面的人都會在橋下洗衣服啊 甚至洗澡 沐浴這樣子 那還有 還有附近還有一塊大石頭 大家小朋友都會在那邊 遊戲啊 玩樂啊之類的 所以他都覺得這裡很 就是不像他以前那樣這麼快樂 所以他就覺得 怎麼樣都覺得 覺得 就是 不舒服啦 活著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 於是呢 就找到這個 那個 海洛森博士這個教授 海洛森教授 就到了他們家 也跟那個迪露西 就是好好相談了一下 並敘述出 就是找出了 他所敘述的那一間廟 叫做 丹布拉什廟 真的有這間廟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那這個 海洛森的教授 他就 開始去找 找尋 這個 這個 十廟 就是 丹布拉的十廟 那 其實也是想要求證一些事件 他就到了 他也真的到了那個 找到了這間十廟之後啊 就開始去找 他們 問問 就詢問到處問 從這十廟周圍去問一些 這些年紀比較長的人 比較長 問問他說 以前記不記得啊 在這個附近 有 在河裡面有淹死的小女孩之類的 那 很多人都是 當然都是 不知道 不然就事件太久了 那 海洛森 教授呢 他就去 這個廟裡頭的住持 就介紹他們 去認識了一個 當地的報社 的記者 那這個記者 因為他其實常常 會去收集這些資訊 相關的 類似這種 這種資訊 所以呢 而且這件報社 又是 在當地 全國發行量也蠻大的 所以他就委託這個記者 把這個資訊PO出去 登在報紙上 讓大家去 去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回應 這樣子 然後 迪玉希他們家 就是在現在這個家 就收到了一封信 是從 丹布拉的地方 寄過來的 然後 裡面呢 就署名 是一位叫做 拉 那 湯 家 他們的名字怎麼那麼難念 拉拉湯家 拉拉湯家先生 他就在這個信中 就敘述說 他以前有一個女兒 也就是 在他們 敘述的地方 淹死的 他完整的敘述的那條橋 真的有那條橋喔 還有他的女兒當時叫 西 洛 阿唷 西洛 西洛 好啦 那 他就說了這些事情之後呢 當然 那個 迪玉希當然就會非常衝動 對吧 很想 對 很想去 好了 然後海洛森這樣說 就想說好吧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 安排看看好了 好了 好了 那當然他們就 約好要 見面 然後 那個 海洛森教授 當然就帶著 迪 呃 迪路西就去 去 回去到那個 那個 寺廟那邊去了 很妙的就是 到了 竟然就是 快要到他們的村莊口的時候 迪路西就可以指引 指引的司機 一路開回家 呵呵呵呵呵 喔 這個 人體導航很厲害 這記憶都 這個 村莊口離家裡可能 海盾距離了 他就可以指引他怎麼走 怎麼走 走回去他的家 就是他記憶 前世記憶的家裡這樣子 所以他 然後但是他回到家他也特別的 開心這樣 那於是就跟了他的 當時的 媽媽 見了面 當時他的媽媽 他媽媽就給他看了以前的相片 然後他也就是 回憶起他當時的 那個狀況 所以 就是當然 其實心裡就很那個嘛 很難過 但是 後來他也跟他的 就是這個 前世紀的媽媽抱在一起哭 前世紀呢 他們很確定就是 他是他的 前世的女兒這樣子 對 那 這個相認其實 其實就 算是一個很感人的 後面一個感人的 故事的結尾 然後那 當然博士還是 不是就是博士 科學家就是科學家 還是要求證一下 於是呢 那個 迪路希 就帶著海洛勝 去他所說的 那條橋 真的就走去了那條橋 並且也看到了大石頭 看到了大石頭 然後呢 他就敘述的說 當時 他 要走 他死的那一天 他死的那一天 他跟了很多小朋友在 這邊遊玩 因為 那個水有深有淺 那 大石頭邊邊的 下去的地方 是深的 那他們平常洗澡的地方 是淺的 可是呢 他們就是不知道 就是小朋友嘛 愛玩 然後就可能 玩玩玩可能就不小心 推到他 然後他就 掉進了那個深水的地方 那掉進深水的地方呢 因為他不會游泳 那當下 很多小朋友 又不敢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很深水 那以前也不知道 怎麼救淹水的人啊 不然你現在知道 衣服脫一脫 對不對 大家綁一綁繩子 撐下去 撐下去就好了 但是 以前真的不知道 那等到 這些孩子 從驚慌失措到 想到說 要去叫大人來的時間 對 這個 底 西洛米 對不對 當時 前世紀這個 小妹妹叫西洛米 他就 淹死了 對 就這樣 所以 那 博士 就問他說 那你 你會不會覺得非常 對就是 不開心 或是生氣說 為什麼當下 我要在那裡玩 又或者是為什麼有人 要把我推下去 這樣子 但那個 那個 迪路希 所以 就是現在的他 他反而別人覺得 其實 他沒有 怪任何誰 他只覺得 這就是一個 意外吧 對 他就是一個意外 然後他這件事情講出來以後 就確實跟大家形容得差不多 我講的迪路希 他已經稍微有一點年紀了 他已經十幾歲了 兩家人 已經變成好朋友了 也就是說 他可以活 活落在這兩家人 懂嗎 對 好啦我們就講到這 其實多半大部分大部分就是他講的 他們一定會把問題設定出來 那 海洛森他也講過說 他最少都會這樣 聽到了這樣的故事 去設定二十個 左右的問題 然後再一一一的求證 那 其實他說了 這一個case裡頭 就是迪路希的這個case裡頭 他們確認了十二個 是百分之百 吻合的 那有 另外好像有五個 還是六個 是 一半一半的 吻合 所以他就講喔 世界上的吻合還不見得 是要 人事實地物喔 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才特地講啦 這些帶著前世記憶的人啊 裡面有七十個percent數的 的小朋友 他們都有這個 創傷壓力症候群 大家可以去收集一下 這個代表你就是 有那種極度危險 受到的那種 驚嚇 這種 壓力存在 對 都有喔 所以 你不要想想說這些兒童 他們怎麼會有 對 他們其實在他出生到現在這個狀態 他也沒有受過 其他的壓力 可是他卻有這個壓力症候群 天啊 對 這就是他前世裡頭 帶進來的 然後讓他的 讓他從潛意識裡面 翻譯出來 然後變成有這個 傷痛症候群 很誇張 所以像不像靈魂到輪迴這件事情 最後我們 鬥到這一集 也算是 做一個終結 結束了 好不好 那 大家如果喜歡 我講這個 大家如果喜歡 我講這個故事的話 就給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就是 故事聽完嘛 好不好 好啦 那就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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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